對大面積燙傷的患者而言 每次更換膚料都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不過現在以色列開發一種 喷霧式人造皮膚裝置 就像產生一層透明皮膚來保護傷口 這種神奇的技術 連醫生都直呼 彷彿是科幻小說中才有的情節 這個叫做Spincare的裝置 看起來像是一支大型的玩具槍 可以將一種近乎透明的 類皮膚聚合物膚料直接噴灑在傷口上 這種膚料可以有24小時左右的防水力 並在覆蓋下的皮膚 癒合後隨即自然剝離 讓患者不用反復換藥 這種創新的治療方法 對30歲的電工羅騰伯格來說 大大儘緩了燒傷所帶來的痛楚 在2018年10月 他因為手臂嚴重燒傷住院 在到院的幾天後 他就已經無法忍受 每天兩次拆換紗布的巨大痛苦 在每天都要把所有的手掌 他們就直接做了一步 他們做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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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部位 那邊有一個人的 日常和夜晚 為了解放鬆 為了解放鬆 我非常感到 這真的令我非常感到 這令我非常感到 海科教授是為整形和重建外科醫生 並且擔任以色列的國家燒傷中心主任 他稱這種技術仿佛是科幻小說中才有的情節 他認為這技術將為醫務人員帶來許多好處 因為他操作便利 與傳統的敷料治療方法相比 不但有助於降低感染率 還能直接監控傷口狀況 大幅提高治療效率 我們把醫生塗製造成的 無法觸碰病 無法傷害病 醫生甚至不看到我們做的事 在治療後 他能看到一個很細胞的隙子 遮蓋病毒 遮蓋病毒 我們會減少疾病 我們會增加治療 我們會為了 我們會維持致病毒性能 我們會遵住致病毒上的臂部 遵循 所以我們可以維持致病毒 直至膚治療 開發者認為這是一款便利的皮膚醫療載具 具有許多應用可能性 未來也能應用到急診救護 或是慢性病患者的居家看護照護 目前SpinCare已獲得以色列監管部門核可 開發者計畫於二零一九年中 先在歐洲市場推出 之後將在美國取得FDA批准